欢迎收看萨尔达旷野之息供略视频解说第七七我是薯条 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消灭了水神兽 那么我们今天是来消灭的这个是风神兽 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现在要去把一些神庙给解了 来到这边之后呢有一个必经之地就是这一个驿站 驿站的对面呢有一座桥 那么桥的左右两边呢会有两个神庙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然后我们再把那两个神庙标记起来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去解决 先到左边来 进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前面有一个铁球 铁球那个是可以把下面的机关打开的 那么我们把铁球先给他定住然后射一箭 射中两就是射中两下之后呢 等到他的时间到了之后他就会直接按照轨道掉落下来解开机关 然后右上角呢有一把二十攻击力的弓没有什么用 我就不拿了为了减短时间 再到对面去把那个宝箱给拿了 那个宝箱其实也没什么用就是一块宝石而已 拿完宝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刚刚解锁的那个机关的那个跳台了 这里有细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里不能用那个三连发的弓 三连发弓的话会把那个机关打开然后再关闭 这里要前往的一发弓然后再把这里打开 解完神庙之后呢我们来到第二个 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因为之前在打那个登山套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过了 这里是一个中阶的守护者 虽然攻击力高但是我们只要记住之前的方法就可以很容易的打打过他 先选择一个盾然后再拿出我们的高高攻击力武器 本来应该是先拿出盾的但是我拿出的武器被他打了一下不过没关系 然后再利用大风车对他进行输出 在输出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他那个攻击的那个方向 只要被不要被砍到就飞 然后最好的情况下呢就是不要把那个体力一下子就把它消耗光 因为这样的话会很难消耗体力而且又不能跑动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击中 他使用风车攻击 卡轮住指头这还是一样一个大风车 武器坏掉了再换一个更高攻击力的武器再进行输出 一定要躲掉他的攻击 用守护者武器在攻击守护者的时候呢是会有 增加30%的伤害的 这里把体力打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移动的过程中啊就 呃会 不能跑动然后其实 被打中的几率是很高的 来一个空中刺杀 最后一个大风车 差不多就可以带走了 也是非常简单 然后这里我们减完武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我这里就减掉吧 出来之后其实有第3个神庙但是第3个神庙呢就在地数上没有显示我也没法标记 所以我直接就 用一个快速 快进的方法然后让你们找到这样主要也是为了 等一下我如果直接剪切过去的话大家肯定会不知道在哪里的 从这里飞下来下面有几个矿石你们可以打一下我自己为了我这里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打了 然后利用时间静止再把这个 铁板给打开 这个神庙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神庙 进来之后呢我们先去左边那个箱子拿一下扇子 上面有一个激光是一定要用那个锋利才能打开的 所以在这里先选择我们的扇子出来然后在 门打开这个方向呢 扇一扇 这样的话这个门就打开了不过一定要离近的时候扇不然的话他就会很快的就掉下来 换一下我们的长矛直接把下面那个点干掉 左上角呢有一个箱子他箱子里面是放的300块钱 这里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没有去拿如果大家 有空的话可以先拿一下300块吧 还是挺多的 下面的是那个守护者要先解决掉不然的话等一下会 被我们这些 解密机关的时候造成一些影响 我们现在手上拿这个盾呢是可以盾反这些小守护者的这个攻击的 大家射的过程中 反击掉 这里本来是要盾反结果 摁快了然后结果被反击 不过也没关系 伤害也不高 毕竟解锁了什么样之后他会回复生命值嘛 这把24攻击力的话就不要了 还是守护者武器比较帅一点 上来这里的楼梯 然后上面的话就有个机关了 我们还是一样要拿出扇子来解解除机关 这里会出现一个悬浮气球的一个装置 这里是靠着的那个扇子山洞的时候呢然后才能移动的 如果我们现在往回山的话呢就会到箱子那个位置 不过我在这里就没有就没有去你们自己可以去拿一下 来到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守护者在旁边我们先拿一个炸弹出来 然后直接丢过去这里有两个爆炸桶 一定要离远一点不然的话他会爆炸炸到我们伤害是挺高的 再打开机关 弹跳之后呢左边有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呢是一把22攻击力的剑 我们可以先丢掉一个守护者剑然后再拿 毕竟已经满了嘛 那么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原地盾反炸弹的一个技巧 首先呢我们先飞到这个地方然后利用 就拿一个炸弹放在原地走到一个不会掉落的地方然后举盾 这次引爆之后立马盾反 打开这里的机关之后呢我们从这个上升气流上去 前面的箱子呢里面放了一个巨大的古代核心但是我们这里就不需要了 如果以后需要的话还可以回来这里拿 还是一样利用这个锋利 移动这个旋服装置 这里要注意到不要被刺到哎 我才刚说 就是要注意到那个不要被刺到或者是刺破气球 或者刺断那个绳子 刚刚的话就是在煽动的过程中没有没有注意好 重来一次 还是从这个上升气流上来然后继续 再一次煽动机关就可以重置那个旋服装置了 先往左边刺一下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再往右边 其实还蛮简单的了 这里有个机关 再刺一下 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到右边 算了我们先到左边吧 因为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这里没有爆炸箭 这里煽动机关了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爆炸桶的旋服装置 然后要把这个爆炸桶把它删到这边过来然后再删到右边的那个墙上面去 然后再把油桶射爆 但是如果你有爆炸箭的话就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子直接射爆 更方便一些 然后再利用这个上升气流拿到最后的小钥匙就可以解锁这个什么药了 总体来说的话这个神庙还是非常有趣的 比之前的那些神庙真的有趣多了 毕竟这个游戏里面重复神庙其实也是蛮多的 特别是那种什么励志试炼 哇真的打到要吐了 拿到小钥匙回到了这个解锁那个地方就行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小小箱子到底要不要拿呢 算了还是不拿了 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图的这个亮望塔上面开开地图了 这里的话我就传送过来你们自己慢慢跑吧 解开地图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这个 地图上方的那个封城兽那里了 然后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有一个大精灵之拳 就在这个吊望塔的后面 从这里滑下去 本来我以为这里会有那个小精灵的但是后来才发现我背包里面的精灵是满的 如果这里满了背包的那些精灵的话还要再刷出来的情况下呢那就要把那些精灵全部捧在手心 这种情况下才能刷出精灵 哦 出现red upside倒了 哦 出现那些痛腺 出現了 出现 出现 少量的 尾 还是跟上次一样 我先选中一件衣服强化 然后直接剪辑到全部强化完的过程 顺便说一下 只要解开了这个大精灵之拳 以后不管在任何一个大精灵之拳 都可以进行多次升级的 只要你有材料的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刚刚你们所看到那个风神兽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了 我们来到了利特村 这里民风普述 国泰民安 然后重点是这里的B君还特别的好听 上来就会看到一个女神像 我们到女神像这里祈福 然后升级一下我们的这个体地值 这里本来我是有八个灵魂球的 可以升级两次 但是我这里的话就剪辑掉一次 直接到第二次 OK升级完之后呢 我们先去到这个利特村的一个衣服商店里面 先去买一下衣服 因为到时候做任务的话呢 天气非常寒冷 所以这里需要这个抗行服 抗行服的话还需要两级 所以我们这里先要买一个衣服跟裤子 不过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要把一些矿石给卖掉 保证一下我们是有钱买这些衣服的 好 嗯 嗯 旁邊那個電源一直在那裡 嗯 喔喔 嗯 喔喔 什麼鬼吧 然後買完衣服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找這個村長了 正式的接受這個討伐風神獸的任務 這裡有個神廟 等一下再去解 先去找村長 喔 村長你睡著了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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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長可能打死也不幸 林克還沒死吧 還活著 都過了100年了 樣貌都沒有變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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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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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神庙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风车 这个风车的这个怎么解锁呢 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可以转动的这些机关全部都转动起来 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解开这个神庙 其实也不要很简单 然后如果要怎么解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大家看我操作就行了 然后按部就班 目的就是让所有的那个东西转动起来 还有他最后一个 还是比较简单啊 如果这个神庙呢 在这个背后的话还有一些宝箱 其实是可拿可不拿的 不过既然 不怎么花时间的话就拿一下吧 首先利用支兵器在这里做个平柱 然后从这边跳下来 旁边有个宝箱 然后与此同时呢 在他的旁边的位置呢 也有一个宝箱 但是那个宝箱呢 里面是一把很垃圾的武器 我就不拿了 然后再回来 上来之后利用弓箭 然后把远处的那个机关射一下 这里面的箱子呢 是一个古代核心 这样的话就已经完成了这个神庙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完成任务了 不过在此之前呢 先换一下服装 那边可是非常冷啊 来出发的地点呢 标记一下神庙的位置 然后自己飞过去吧 这里是一个隐藏的风之路 利用风力上升 这里有个小守护者 直接空中尸杀干掉 箱子里面有五百 五十块钱 不是五百块钱说错了 再从另外一边上 其实不来也可以 但是不怎么花时间 就顺便打一下吧 掉落在这个移动的平台 然后再从那个楼梯上去 在这个柱子的后面有一个通道 通道有一个上升气流 可以让我们飞上去 然后从这个上升气流上来之后呢 在右边有一个高平台 也会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是126攻击力的弓 单发的 没什么用我就不去拿了 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到那个飞行修剑场了 嗯 嗯 跟特8隊王化之後旁邊有兩束弓箭不要忘記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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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哈哈 嗯 嗯 嗯 特發想考驗一下我們的實力 不過這裡的話 系統給我們設置了三分鐘要設中五個靶子 說真的我是確實覺得 剛剛是不是覺得大家都是手殘到不行的那種人啊 我覺得這裡給個30秒就夠了真的 根本不需要三分鐘 30秒感覺都多了 好 好 還有一隻 見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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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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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進入風神獸的體內呢就得干到他的那個防護罩 那麼防護罩怎麼破壞呢就是他 四周呢有四個炮台四個炮台全部都打掉的話就可以進入裡面了 首先估計好一段的距離 然後在他這裡射射中這個爆炸箭 千萬不用另射 因為爆炸箭的話是根本用不完的 基本上兩次射過去的話就可以打爆了 打完一個地方呢就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在空中飛行的時候他們是很難打到你的 我試過很多次的這個嘗試 真的很難很難被打到 而且他基本上都是瞄準我的隊友都不是瞄準我 即便瞄準我的話也是很難打到 也是兩次射爆 再到下一個地方 還是一樣 兩發帶走 這應該說是六發帶走了吧 因為射出去的話是三劍 雖然只是消耗了兩隻箭矢 最後一個 走你 走你 見事 走你 走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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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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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還是跟上司一樣啊 進來之後呢 先打開這個神獸的地圖 這裡有一個眼睛 先用弓箭把它射爆 這裡有一些邪物擋住了我們去路了 再利用這個氣流到對面去 有個小守護者 也是一樣 直接砍掉 有了這個地圖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操縱這個鳥神獸呢 有了這個地圖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操縱這個 向左右傾斜了 好 這裡有一個地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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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亮的印象就是 新宿場面端的端末 要把端末的端末 要把端末的端末放進去 端末的端末 要把端末放進去 我們回到那個圓先開始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上升氣流 我們利用這個氣流呢 到左邊 左邊那個階梯上面去 打開一下箱子 上面還有個眼睛蛇爆 這裡有一個這個可以讓我們打開的一個控制終端 還是一樣把那個眼睛蛇爆 然後把那些邪物砍掉 這裡的機關呢 是打開了之後會有一個鋒利 然後我們上到二層之後 利用這個鋒利 然後把它吹過 讓我們吹過去 打開第一個控制終端 下來之後呢 這裡有個管道 我們用一個炸彈 然後把它放進去 再讓這個神獸傾斜 利用炸彈把這個石塊炸開 再放一個進去 利用這個鋒利 把左邊那個石塊也炸開 裡面有個鐵球 再讓那個神獸傾斜過來 讓鐵球滑下來 準備好磁鐵 然後把這個鐵球吸過去 放到這個位置 放到這個位置 然後在那個神獸傾斜過去 這樣的話就可以打開這邊的機關了 這裡就是 第二個控制終端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 拿到那個方便 搞定這兩個控制終端之後呢 我們離開這裡去解決第三個 利用这个滑翔伞掉落到下面去 再利用倾斜 只有倾斜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从高速飞到下面 才不会掉落到下面去 这里有一个眼睛和邪恶物挡住了 我们把眼睛射爆 不过这里消失得比较慢 我们还吃了一点血 这里就是第三个控制终端了 旁边的铁门也打开 先拿出弓 把上面那个眼睛射爆 这里还会产生邪恶物 再出来一个再射爆一个 还会掉落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有十支冰冻箭 还是不错的 然后回过头呢 这边还有第四个控制终端 首先先把锋利打开 让这个 重物往左下倾斜 然后再往右边倾斜 倾斜可以把它打开机关 这个机关呢会下落 我们先用磁铁把它锁住 让它在这里不要动 然后等到那个重物 把那个机关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再放手 OK这样的话 控制终端的门就打开了 你看它离开了之后呢 这里就会有一个铁门 挡住这个重物下滑 剩下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在下面的右边 哦不对 是一开始进来的左边 就在这里 下落的时候要慢一点 不然的话会踩到这些邪恶物会掉血 然后他的眼睛是在外面的 先把那个射爆吧 虽然也不会要挟到我们 但是没有关系 然后在这边有个眼睛也射爆 直接飞到那边去 因为已经倾斜好了 这里就是第五个终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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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这里想用sl大法直接跳下去之后呢会恢复到那个开头的地方 结果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它居然自动保存了 让我在这里重新独当哎呦真的是偷鸡不成反而18米 还只能这个规规矩矩的回去 虽然我们血量比较少啊但是基本上来说的话boss肯定是无伤的 所以也不用说担心去不够血打不够boss 当然如果你们自己血量不够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填满血量之后再打boss 比较好一点 这个箱子里面的是一个螺丝我就不不拿了也没什么用 从这里利用上升气流上来 建议大家在打的过程中啊先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那个龙臭率 我们下床的房子里面的是原谅 當然是这就不或是至少 作词 我们下床的房子里面是因为 团体里面我开始价格 他们都在到那里面 我们下床都能够尽 我们下床过的是这有意外的房子 我们下床也还没关系 我们下床是因为我还要上升 这个温柱的房子里面是反而是 一个房子里面的小尾 就是我们下床 对我们下床 时就能够吗 2 要注意 多首位 百年前我被脱弱 所以我被人打了 一上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先往左邊走 因為左邊有一個上撐氣流 然後一定要注意到敵人的位置在哪裡 先拿出我們攻擊力相對比較高的武器 還有盾牌 一定要注意到敵人的位置 然後利用上撐氣流之後零刻時間直接對他眼睛來三發 因為射三發之後呢 他會進入一個硬直狀態 然後下去補兩刀 一定要第一時間鎖定敵人的位置 然後再來三件 一樣的 再上去補兩刀 再鎖定敵人位置 如果你不知道敵人位置在哪裡呢 就盡量 往旁邊飛 因為他會準備攻擊你 準備攻擊你的話很容易就受傷了 等到找到敵人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再用上撐氣流上去 然後再來三件 雖然他第二階段出現了四個懸浮砲 但是我感覺也沒什麼用 還是一樣 鎖定敵人 然後再利用上撐氣流 零刻時間 好 再補兩刀 因為這個下落攻擊剛好是兩下 所以相當於就補兩刀了 然後再依然還是鎖定敵人位置 再繼續 這招屢試不爽 一樣出這樣子狀態 一樣補兩刀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 再來 上去 找到敵人位置 然後 再補兩 補三 補三劍 沒有 等他出現那一瞬間 再來 三劍 OK 這一次就掉下去了 就沒有辦法補了 先恢復一下體力 再拿出弓箭 等待敵人出現 利用上撐氣流 依然 三劍 所以我在想 當年利巴爾到底是怎麼輸的 多大 一直以後 再錄 多大 週末 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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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